正人买旅 古代有一个正国人 鞋子破了 想到集市上去买一双新的 买多大的呢 他在家里找了把尺子 用尺子仔细量了一下自己的脚 做了一个尺码 然后就放心地到集市上去了 集市上人山人海热闹极了 他随着人流挤来挤去 啊 有了 他眼睛一亮 终于找到了卖鞋的摊子 到了鞋摊他挑了又挑 好不容易选中了一个饰样 刚要买一摸兜 哎呀 刚才出门太匆忙了 把良好的尺码忘在家里了 说完便要回家拿尺码去 卖鞋的人叫住他 你给谁买鞋啊 给我自己买啊 卖鞋者说 那要什么尺码 穿上试试不就行了吗 那郑国人说 不 我良的尺码很仔细 可准了 照着他买准凑不了 我还是回去把尺码拿来吧 免得买得不合适 说完 转身跑了 郑国人跑回家 东翻翻西看看 那个尺码竟找不到了 最后他终于在床下找到了那个尺码 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集市 可鞋破了不跟脚啊 等他气喘吁吁再走到集市时 已经晚了 集市散了 鞋摊也早收了 郑国人穿着开着口的破鞋 手里拿着尺码 懊悔地在街上走来走去 人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脚是鞋 却偏偏要回家取那个尺码 郑国人瞪圆了眼睛 一本正经地说 这尺码是我反复凉出来的 最准确 我当然相信它了 我的脚不一定可靠啊 人们听了 惊不住哄堂大笑 后来就演变成正人买旅这句成语 人们用来讽刺那些只相信教条 而不相信客观实际的人